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份 内地制造业PMI为49 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 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下降 但制造业生产保持稳定 经济运行基本平稳 从重点行业看 新动能行业继续稳定增长 12月份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PMI分别为50.2和50.3 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 继续保持扩张 从主要分项指数看 12月份生产指数为50.2 连续7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显示制造业生产持续保持适度上升 从行业来看 木材加工及家具金属制品等行业 生产指数都位于54以上的较高运行水平 相关行业生产增长较快 仿制石油煤炭等行业生产指数低于临界点 企业产能释放不足 另外 12月份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9 连续3个月上升 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 解研究院发布了百成价格指数报告 指2023年的新房价格出现了结构性的上涨 百成新建住宅的平均价格累计上升0.27% 不过百成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累计则下跌3.53% 这个跌幅较2022年扩大了2.76个百分点 而且是连续20个月环比下跌 至于2023年的全国百强房企的销售 按年下跌超过一成七 但比起2022年超过四成的跌幅已经明显受载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12月 全国100个主要城市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 为每平方米16220元人民币 按年上升0.27% 按月也上升0.1% 升幅比11月份扩大0.05个百分点 至于二手住宅平均价格 为每平方米15315元人民币 按月下跌0.55% 跌幅比11月份收窄0.01个百分点 是连续20个月路的下跌 按年跌幅则扩大至3.53% 调查显示 新建住宅价格按月下跌的城市有40个 至于二手价格下跌的城市更达到全部100个 是连续第7个月有超过90个城市出现二手楼下跌的情况 在2023年二线城市的二手楼价跌幅比2022年扩大2.75个百分点 三四线代表城市的二手楼价更大跌4.07% 跌幅比2022年扩大2.88个百分点 中指院在刚过去的周日也公布 2023年全国百强房企销售按年下跌17.3% 到62,791亿元人民币 但比起2022年超过四成的跌幅已明显收窄 销售排名前三名的房企分别是保利发展 万科和中海地产 中指院指出 2023年重点房企销售额整体减幅仍然明显 行业集中度也在下降 机构又预期 今年全国楼市政策环境预计继续宽松 但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回顾的是 2023年内地跟香港的股市都持续调整 其中内地三大指数连续第二年收低 不过北镇五菱指数一直独秀 全年上涨近15% 而香港股市则连续第四年下跌 去年下跌超过一成山 内地互生股市在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延续反弹行情 三大股指高开高走 最终集体以红盘收官 两市超过4100只个股飘红 不过总结全年 互生三大股指连续第二年收低 互指累跌3.7% 深城指全年累计跌幅超过13% 而创业版指数更是累计大跌超过19% 不过北交所在新的制度改革 带来的利好之下 资金加速入场 北镇五菱指数一支独秀 2023年以上升超过2%收官 全年更累涨近15% 虽然互生股市2023年全年维持低迷走势 不过北向资金维持净流入 全年共计加仓437亿元人民币 是连续10年路得净买入 香港股市在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展幅震荡 在17000点整数关口附近徘徊 虽然中厂守住红盘 但总结全年 恒指累计下跌2734点 跌幅13.82% 是连续第四年下跌 在篮筹股方面 全年表现最好的篮筹是理想汽车 累计上涨91.5% 而表现最差的是李宁 全年累计跌幅达6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了嘉宾 贵浩敏县 贵浩你好 你好 贵浩我们刚刚看到了 内地的这个制造业PMI连续 三个月处于搜缩的区间 当前的企业仍然面临了 像海外订单的减少 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等等主要的困难 当然也有一些 季节性的因素在内 那你怎么看这个数据 以及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宏安政策的扶持力度 有必要进一步的加码 的确这个PMI指数 连续几个月下滑 而且这个下滑的幅度 还收缩还有一点大 以往三四季度 特别是十一十二月份 这个是生产旺季 大家都在为完成 或者超二完成 圈圆期划努力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生产仅期都是比较高的 但从采购经济能指数来看 偏低 特别是在制造业的一些行业 它包括蝉通制造业当中 这当中有来自外贸的因素 这个有些外贸 可能这个还是在出现下跌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也有来自内需不足 这两年啊 这个内需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稳经济啊 实际上就是稳内需 要稳外贸 而在这方面呢 应该还要有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 因为经济持续属于抽缩阶段的话 它一定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 因为我们看到 这次是生产领域当中 它的一个PMI指数处于收缩 其他有些领域还在扩张 或者有所回升的 但是如果生产领域持续收缩的话 那也会一定对其他领域 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采取有效措施 这个提振市场信心 扩大内需 这个稳住外贸 在当前来说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至于在楼市方面 我们看到2023年 为了要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央已经积极出台了 楼市支持的政策 特别是在7月24号 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 发生重大变化之后 我们看到政策松绑了 加力提速 一方面呢 降首付降利率 任房不任贷等等 这些需求端的利好政策 逐步的落地 以支援购房的需求释放 另外一方面也出台了一些 像三个不低于等 这个供给端的政策 来改善房企的融资环境 但数据反映说 过去的一年楼价 还是面临调整的一个压力 您预计新的一年楼市 是不是能够止跌起稳 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当中 楼市逐渐起稳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 但是真正止跌回升 也有一定难度 因为房地产已经连续几年下跌 在当中呢 既有是对 过去房价过高 在当中的几泡沫现象 一些城市 这些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呢 也有对供大欲求 这样一种账户 就要进行一个自发的一个调整 因为前几年房产高潮的时候 各地都是大新土木 有的地方呢 供应明显超过了 有效需求 特别是一些二三线城市 当人口出现反流的时候 这个农民工回乡以后 很多房子是空置的 那么第三呢 这个客观上 我们觉得也存在一些 过去的一些政策的压力下 这个市场呢 出于一个 做出了对政策的应急反应 那么现在尽管有些政策 开始松动了 但是呢 市场的有些投资的反应 未必能够马上起来 特别是经常 我们现在还在讲房租不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要在线当年的挥房 这目前来看不现实 而要真正止跌呢 我觉得可能 这个可能也并不特别大 因为这当作一个结构性矛盾 还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从总体来说 我觉得房地产明年 今年可能会两大变化 一个呢 成交量从持续的下跌 这个开始 逐渐起稳 可能到你下半年 到年底的时候 成交量开始回升 而一旦成交回升呢 量为价限一样的 它可能会导致房价 逐渐开始起稳 另外呢 我们觉得也有一些部分城市 它的特别是人口导路区的城市 房价呢 逐渐会起稳 甚至也会有小幅的反弹 这是这种可能性 我们觉得 从目前来看 仍然存在的 但是要全局性的好转呢 现在而言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 那么早前的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召开的四季度立会当中提到 他说要加大已经出台的 货币政策的一个实施力度 我们知道 随着明年美联储 今年美联储将会进入一个 减刑周期 那么中美利差扩大的压力 也有望可以缓解 您预计今年 人行降准降息的空间有多大 我觉得今年 首先还是有降证降息空间的 首先我们说 降证的利益空间还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现在 承款准备准率 还是明显高于国际通 这个水平 如果继续降 0.5个百分点到1个百分点 那是完全可操作的 另外从降息的角度来看 这个以往我们在降 基层利率的时候 比较谨慎 这两年主要降到市场利率 主要是因为我们基层利率 已经这个位置 这个继续下降了 可能会对深 这个利率继续下降 因为海外市场 这个利率在不断调高 这个两者之间反差太大 这个容易对我们的货币 我们的稳定性 会的稳定性的产生影响 那么现在来看 当联储开始停止加息 今年有人估计一季度以后 有可能降息 甚至降息在75个基点 有的甚至还预测到100基点 这就缓解了人民币 这样一个对人民币的利率的风险 中美的利差也开始缩小 那么在这种情况 我们降息的可能性是加大 我们认为在特别是现在通胀 还处于接低水平的情况下 这个不仅仅是将市场利率 将政策利率 甚至将银行的基层率的概率 也都会存在 当然我们觉得 今年首先要进行的降息 这样一些重则操作了 可能是会在两月份 这会撑接以后的时间 当然货币政策则宽松 会利好A股的投资环境 另外市场也冲紧有关于 美元的汇价显著下跌之后 资金可能会加速回流到人民币的资产 这会不会也有助于A股的 反空的一个行情 当美元汇率下降的时候 这个资金开始出现回流 这种现象是过去也经常出现 一般会回流非美市场 特别是回流新兴国家市场 那么从现在来看 这个人民回归到中国资产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毕竟中国的一个经济运行 总共体量比较大 经济运行比较平稳 这个特别是经济有很大的韧性 又有巨大的市场 但是这种回归 要看它水抽箱进入的是购买哪一类资产 那么从现在的数据来看 外资进入实际上还是有的 主要是购买是债券类资产 这个外资购买中国国债 最近从最近来看 大概有3000亿这样一个进卖路 去年全年就是一个进卖路 去年10月份以来 就有3000多亿的进卖路 说明它首先在债券市场当中 所以尽管还没有开始美元 甚至还在升息 今年10月 到19月也升过息了 但是已经有部分资金开始往外流动 那我觉得在今年这种趋势还会明显 那么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 这样一个起稳的信号更明确一点的话 那也不排除 有更多的外资会流入 而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 中国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也会产生相应的这些作用 好 我非常谢谢郭先生 就我们今天才认为你话里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看其他消息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跟美国总统拜登 互执贺信 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件 45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总体向前发展 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充分证明 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理应成为新时期中美双方的 共同努力方向 习近平指出 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 愿同拜登总统共同努力 继续为中美关系拔斗领航 造福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拜登在贺信中表示 1979年建交以来 美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美国 中国和全世界的繁荣和机遇 将致力于负责任的管理 这一重要关系 同时期待在与习近平主席 多次会晤和讨论 取得进展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美中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期回来关注的是 韩国的出口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 但是增幅放缓 我们待会见 好来看美股2023年扭转了去年 前年的跌势 那道琼4公里指数呢 前年上升近1成4 标普白指数呢 升大约2成4 那大科指数呢 跟大涨超过了4成3 涨幅创2020年以来最大 而成者人工智能热潮的芯片制造商 英伟达全年大涨2.5倍 不过对于美股2024年的走势 华尔街投行 预测着出现了分化 随着美国通胀 升幅逐步回落 市场对美联储 2024年降息的预期升温 加上人工智能这朝带动 利好美股2023年的投资气氛 三大指数 全年都实现双位数增幅 不过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都出现获利卖盘 而小幅收跌 总结202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 道琼4公业指数上升0.81% 标普500指数也上升0.31% 而反应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则微升0.12% 三大指数都是连续第9个星期上升 当中道指创下2019年以来最长升浪 标指升浪更是2004年以来最长 总结2023年 道琼4公业指数在3月中出底后就震荡上扬 全年上下波幅达到6349点 累计升幅则达到13.7% 标指全年升幅则超过24% 纳指全年升幅更超过43% 表现是2020年以来最好 乘着人工智能热潮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股价在2023年水涨船高 在5月底已经成为了全球首支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芯片股 全年股价更累升超过250% 是表现最好的标指成分股 对于美股2024年的走势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预测出现分化 当中摩根大通担心 过去一年半高利率对经济的凶击出现之后 并在2024年产生负面影响 预料在消费放缓和低延政局持续紧张之下 估计标指可能会跌至4200点水平 美银花旗高盛和德英则对股市感到乐观 但美银预料股市可能会先出现恐慌 但最终标指会升至5000点水平 高盛和德英更认为标指可以升至5100点 至于利率总市方面 投资银行高盛预期 由于通胀超预期降温 部分衡量指标更显示 通胀水平已经接近2% 每年处在2024年最少降息4次 并在第三季考虑调整缩表速度 直到2025年第一季才停止缩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韩国的出口连续三个月录得增长 但是增幅放缓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 去年12月的出口获值 按年增长5.1% 超过576亿美元 增幅较11月份的7.7%要低 进口则下跌10.8% 跌幅也较市场预期的低 贸易顺差接近45亿美元 当中芯片的出口按年增长21.8% 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 增幅更较11月份 多出了8.9个百分点 不过按照地区划分 对中国的出口按年则下跌了2.9% 分析器指出 由于韩国的消费仍然低迷 如果出口继续恢复 将可以拉动今年经济达到2.1%的增长 有报告指出 去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大幅减少超过两成 其中四分之一是沙特阿拉伯主权基金 做出了投资 但是管理资产 仍然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项目 周一发表年报指出 去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 开支较2022年减少多达21% 到1238亿美元 其中四分之一相当于315亿美元 是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的投资 同时海湾国家主权基金的投资占比 上升至接近四成 报告指出主权基金并不缺钱 但投资过于审慎 导致投资大幅下降 例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去年虽然有央行注资1440亿美元 但基金的投资按年减少多达4成8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 去年管理的资产达到11.2万亿美元 打破最高记录 当中对能源转型的投资 也有破记录的259亿美元 展望今年 由于去年投资得一路障 联同央行和退休基金 所有国营投资者的管理资产 今年渴望打破2021年的 50.8万亿美元最高记录 公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行同意蚂蚁集团旗下 全资持股的支付宝中国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这也意味完成了创办人马云 放弃集团控制权的相关程序 另外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 长达8年的垄断纠纷 由京东集团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公开放弃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权 接近一年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 重大事项变更许可信息公示显示 当局已同意支付宝中国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这次调整 源于去年年初蚂蚁集团调整投票权结构 各主要股东彼此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 无一致行动关系 不再存在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 另外蚂蚁集团旗下的恒生电子以及国泰产线 也在上周五完成所有相关程序 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针对人行的公告 蚂蚁集团发言人表示 不会对相关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另外电商京东集团对浙江天猫网络 浙江天猫技术及阿里巴巴集团涉及二血一的诉讼 上周五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一审判决 认定阿里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成立 对京东造成严重损害 判决阿里向京东赔偿10亿元人民币 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表示 尊重法院判决结果 京东则表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核心 二选一等垄断行为不仅限制市场竞争 还损害品牌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内地在2021年2月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明确二选一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定交易 同年阿里巴巴美团应涉及反垄断 分别被罚款超过182亿元和超过34亿元人民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元旦党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3亿元 创同期的新高 根据猫眼的数据 2023年12月31号到2024年1月1号的元旦党期 内地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3亿1100万元 超过了2021年的成绩 也刷新了中国影史元旦党的票房记录 另外国家电影局公布 2023年全年的电影票房超过了549亿元 其中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超过了83% 中国造车新势力三家车厂在今天 公布了去年12月份和全年的新车交付数据 理想汽车继续领跑 理想汽车表示上个月的交付量达到了5万辆的目标 同比增长1.37倍 基于小鹏的交付量维持在2万辆水平 同比增加7成8 未来的交付量超过了18000辆 同比跟环比都有超过一成的增长 今年看来理想继续领跑 交付超过37万辆 增加超过1.8倍 小鹏和未来则分别有超过14万辆和16万辆 累计的总交付量也是理想超前超过60万辆 未来跟小鹏则超过了40万辆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